各位Android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高欢坦高老师 我继续帮你介绍这个Observer这个设计模式 那这个叫做委托式的一个IOC 那我们在TM模式看到的是一种计程式的一种IOC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里呢 我们从这个计程式的这个关系我们来说起 我们来从这边开始谈 那我们回忆一下这个计程方式的这个IOC 它的结构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TM模式 典型的这个TM模式 典型的这个TM模式 OK 所以这是一个G类跟G类 然后这边有这个CLIME 然后这个CLIME呢 要留意一下第一个动作 CLIME来NEW这个G类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既存关系 所以在NEW纸类的时候 会调用纸类的构造式 会调用这边的这个构造式 就是Construct Construct 那这个子类的这个构造式 在NEW的构造式 在NEW的时候会调用这个子类的构造式 在NEW的时候会调用这个子类的构造式 的这个Construct 的这个Construct 它的构造式 OK 它的构造式 然后这样就把这边建起来了 建起来了 所以这就是CLIME 第一个NEW纸类 纸类的构造式 调用G类的构造式 第二个动作 调用这个TemplateMessor 它再来调用FOOC函数 FOOC函数再往 纸类调用这个函数里头的实现代码 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TemplateMessorPattern 好 我们来做个分析 这一个G类就是不变的负类 就是G类含有不变的部分 而子类呢 含有变化的部分 OK 然后EG变不变的分离 我们就把它切开成负子类别 好 负子类别 那这就是我们目前已经知道了 变的部分放在子类 这一个不变的部分放在G类 好 这就是我们已经了解的 这个继承的这种关系 现在我们要来换另一种形式 这个形式就不用继承 而是用Association 这个结合的关系 OK 好 那我们来做个说明 这个方式我们称为 这个方式我们称为 这维托式叫Delegation 它的目的是一样的 也是要达到变不变分离 那它的目的也是一样的 要达到两个类的一个结合关系 一个互相的组合 透过这一个互可函数 来做这个组合 那这两个类之间就不是继承关系 而是Association的关系 就是这个关系 那这个就是不变的部分 这个是变的部分 但是不是以基类类类类的关系出现 而是以这样的一个 它把变的部分 委托它来执行 但是一样的 我们这边 这边就不用定义抽象函数了 就直接从这个Template的Mess 直接扣它就可以了 直接扣它就可以了 OK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要考虑一个装配的问题了 也就是这里有一个Client 有一个Client 这个Client呢 它不能只是New它咯 它New了它之后 OK的 它还要New它 因为它跟它不是继承关系 所以它不会来New它 OK 刚刚是透过 这一个构造式 来做New的动作 刚刚这里是透过 刚刚这里是透过这个Client 靠它的构造式 来创建类类的对象 类类的构造式 再靠激烈的构造式 再创建激烈的对象 然后就组合起来 这是组合的组合 这是组合的组合方式 那么在委托的时候呢 就不能那样做了 就必须要New了 New了这个Band部分的类的对象 再New这个对象 然后我们要把它组合起来 所以需要有一个Attach 这样的一个函数 把这个把它放进来 这个就是EIT里头的引擎 这个部分叫做轮胎 那刚刚这个动作就是 第一个New轮胎 第二个New汽车 这两个顺序没关系的 第三个就是装配 第三个就是装配 第四个就是调用 就开始运作了 这样子的顺序 OK 所以这里才会多出一个Attach 就是把轮胎装配到引擎 OK 所以这个图的类呢 Invariant 就是含有Band的部分 而variant 是含有Band的部分 但是两者不是基层关系咯 而是一个组合的 一个结合关系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Java的代码 怎么写 Java代码 一样的 在不Band的部分 有一个Temporary的Messor 但是Fook函数不见了 这是 这是那一个可Band的部分的Fook函数 OK 它本身不需要定义抽象函数了 但是要都定义一个Attach 来做装配 来做装配 这是不Band的部分 这是属于T的部分 会Band的部分 会Band的部分要提供一个Fook 这一个函数的一个实现代码 实现代码 那接下来呢 就是一个JBand 就是来做装配的动作 首先New 这一个引擎 这就是E的部分 New引擎 再来New 轮胎 New 这个T的部分 接下来 把它装配到1 这IV就是1 所以把T装配到 这一个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NewT 第三个动作是装配 第四个动作是 调用Template的函数 这个刚刚所 告诉你的这边的 一样一模一样的 就1234 1234 现在只是用代码 来给你做 表示 让你更清楚 这个 集纸是怎么运作的 那在这一个变动的部分呢 就Variant 含有的是会变的 那么Variant本身 这一个都是会变的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Invariant 这个 E的部分 里头含有一个attach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有一个 形态 叫做Variant 哇 这个就有麻烦咯 因为 Variant这个字眼 本身 这个class的名字 都可能会变 这个意思 包括这个class的名字都会变 那么为什么会变的部分 要可以写在 Invariant里头呢 这就是不理想 这个设计 不完美 因为 它没有做 变不变的分离 的一个完美的设计 因此呢 这一个Variant的字眼也会变 会变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 把它放在 框架里头了 不应该放在抽象内了 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OK 当然有办法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帮它建立一个抽象类啦 建立一个抽象类 好 那为了收缘这个概念 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来让你理解 你试试看 这个理解对你有没有帮助 好 我们现在有两个函数 一个叫Print 另外一个也叫Print 但是 它的第一个参数的形态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相同的部分 也有不变的部分 这是变化的部分 OK 好了 那这个时候 怎么把它抽象上去呢 怎么把它抽象上去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rint函数的参数形态 不相同 在这里 这是变化的部分 这也是变化的部分 OK 所以把变化的部分 留在子类 剩下的部分往上戳 就对了 戳相当上去 所以呢 里头的形态 并不相同 属于会变部分 那么attach variant的部分呢 也是会变的 一样是会变的 因此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建立这个 这个抽象的类 让它这里变成抽象的类的对象 类的对象 OK 用一个抽象的类 把它包含起来 把这个 这一个 共同的部分 放在这个类 把差异性的部分 放在两个子类 OK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好 当这一个 定义一个 这一个number 定义一个number 好 那这个number呢 就把这个integer 跟double 的这个 共同性的部分 就是只有一个函数 把它抽象出来 把它抽象出来 好 那 至于这里头都是 实现它的 差异性的部分 实现它的 差异性的部分 OK OK 好 那 这一个 共同性的部分 就把它抽上来了 把它抽上来了 OK 好 那 这里的部分 就是integer里头 就含有int 这里含有double 对不对 然后 它要求hookmaster 它就把它转变成一个string 转变成一个string 因此呢 这个 得到的结果 就一样了 你看这个部分 是不是相同的 这个部分 也是相同的 好 因此 就能够往上抽 一抽上来之后 就变成接口啦 因为这个整个类 都是一个 纯粹抽象类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接口 OK 好 就变成一个接口 好 那 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 叫 建立出一个接口 建立出一个接口 一个抽象的 这个类 建立一个抽象的类 所以 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 结构 就是 建立一个抽象的结构 而且呢 啊 应用 一个hook的 这个master 来把它串起来 诶 那你会觉得奇怪 我不是千辛万苦 去把这边解开 它的继承关系吗 怎么这边 又来一个继承关系 好 但是 没有问题 它跟它的相异性高 没关系 它只要 跟它的相异性低 就是我们的目的啦 啊 这个是一个接口而已 就是接口而已 它本来就是一体的 那 是它跟它相异性高 降低 这是目的 啊 所以呢 这边的相异性是高 但是如果这边的相异性也低 那就没问题啦 没问题啦 所以呢 有很多人会问 我不是千辛万苦 把这个继承去掉吗 怎么又跑来一个继承 那没关系 它们两个的相异性高 但是 它之间的相异性低 因此它跟它的相异性 也就变低了 OK 所以 这个 肌肋呢 只含有不变的部分 啊 就是肌肋的部分 这两个 都是含有不变的部分 变的部分 都是放在这里 不变的部分 放在这里 然后建立出一个 这个纯粹抽象的一个 积类 当成一个这口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一边就不一样啦 有没有看出来 这边的参数 变成observer 而不是这边的咯 而不是这边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 看一下代码 好 第一个 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observer 这个class 里头最后一个函数叫做hookvariant 好 然后 这里的一个抽象 抽象的嘛 抽象的函数 当然子类 要来实现咯 所以子类呢 就把这个实现在这里 好 实现好了之后 那么 就来一个climb 这个climb呢 刚刚的四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啊 new 引擎 OK 第二个动作 new 轮胎 OK 就是conquer observer variant就是 这一个 啊 子类 在这里 这就是这个子类 observer的子类 OK 所以new 这个observer 拿new 这一个 这是new invariant new observer的子类 然后 再把它加上去 再把它加到这个1 所以就把t 配到引擎咯 把轮胎配到引擎 配完之后就可以call temporary measure 就可以让它执行起来了 OK 那这就是 啊 这里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不变的部分 框架的部分 真的 只剩下不变的咯 好 那就衍生出来 很多很多的子类 来包容它可变的 好 那就组合在一起 OK 所以就变成了 这个一个标准的结构 标准的结构 啊 就是 啊 从这一个 啊 衍生出来 这个子类 这里是一个子类 有没有 然后呢 这一个 来 啊 temporary measure 啊 这个client 来call它 对不对 那 他就call它 然后呢 他就call它 OK 那call之前要先 啊 这是 要先new 啊 要记得 要先new 然后 要来 要来 这个new它 然后再把它装配起来 OK attach 起来 OK 那这就是 啊 当我们 刚刚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到的 就是 啊 目前呢 是由 啊 这一边 来 啊 由这个client 来new它 OK 那也可以由 透过 fract measure pattern 由子类来new它 OK 啊 所以 刚刚这里 是由client 来做这个 啊 new的动作 由client 就是一个client 来做这个new 跟装配的动作 OK 那这里呢 我们甚至可以 由 这一个的子类 来 new它 这就是 应用的 fract measure pattern 啊 这样子一个 关系 好 那我们 啊 这一个 啊 接下来呢 要来说明 这一个 啊 看看四人帮 的这本书 它怎么 说明 这个observer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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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四人帮的 observer的 结构图 它把它倒过来 咯 所以这一边是观察者 好 好 这边是观察者 好 这边是被观察者 所以呢 观察者呢 就是相当于 这就是t了 好 然后 然后这是这一口 然后 这就是引擎咯 那这是引擎的子类 好 引擎的子类 好 好 OK 回来new它 OK 那接下来呢 那么 要来new它 new完之后 把它装配到这里 装配到这里 OK 好 那new的话 可以由开来new 都可以的 好 基本上 就是一个这口 然后 这个就是 一个hook函数 的扣下来 好 这样子 然后 它有一个attach OK attach 就是装配 就是装配 那这就是 long of 4 这种 的一个 设计的图形 好 那这一个呢 就是 啊 这个 透过concrete的subject 啊 透过这个subject呢 啊 透过这subject 就可以来 啊 这一个 随时可以调用附列的 啊 temperate measure 而调用的 observer的 这一个 function 啊 fook function 就是这个 刚刚是在讲 这个图5-4的 前面的这个部分 啊 这个部分就是 啊 这一个 我们的client 这个client 在这里 可以来new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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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来new他 OK 好 那或者是说 他可以来new他 也可以 总是想办法 把它装配起来 OK 那这个是 刚offord的做法呢 一样的 啊 他是 啊 这边是被观察者 被attach的 好 那这边是观察者 好 那这一个 当这个的状态有变化的时候 他就会call 他的update call下来 那call下来的时候 有必要 他再来跟他要 他的内容 啊 这边只是通知他而已 并不是把他的内容给他 所以通知我你有变化 我再来问你变化什么 这样也是可以的 OK 好 那这就是observer的一个啊 标准的这个啊 啊 变化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更进一步的啊 延伸 就是 这是一个刚offord的标准的一个啊 啊 图形 那 我们有说过 如果这是一个类 里头的每个函数都是抽象的 那么他就是这口 他就是这口 所以呢 我们就 如果 这个observer 这个class 都是 这一个抽象的 他就变成这口啦 就变成这口 所以就变成呢 这是1 很明显的 这是i 很明显的 这是t OK 这是t 好 然后呢 这边 只是说 当我new他的时候 那么 他就可以有这个对象 可以来啊 啊 这一个啊 记录这边的所有的一个状态的变化 啊 状态的变化 OK 所以在 副类呢 这个observer 已经变成这一个 iobserver的接口啦 啊 所以卡榫函数 还是存在的 啊 还是存在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这个代码 看看代码 你看 这一个 iobserver 就是 属于抽象的啦 是框架自己的 所以它是属于不变的 那这个 啊 也是不变的 啊 这个也是不变的 OK 那 这一个里头呢 那因为定义在这个接口 这个hookvariant 是定义在这个接口里头 啊 定义在这个接口 定义在这个接口 有没有 所以它也是稳定的 只是这个 内部的代码才是上变的 啊 内部的代码才是上变的 OK 所以呢 这个 OK啦 所以在接口里头定义的一个函数 空的 定义一个函数 空的 那么 类类就来实现这个hook函数 啊 类类就来实现这个hook函数 OK 好 那就可以 来 写client咯 那client呢 啊 就是 client 它只要new一个concrete subject 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concrete subject呢 啊 我们来看一下 concrete subject在哪里 啊 concrete subject呢 是这一个 啊 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 这个client呢 啊 这边的client 只要new它就可以了 只要new它就可以了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subject 啊 好 所以new的一个concrete subject OK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new的一个concrete subject呢 就等于new的一个e啦 为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真正的e是 在这一个类 好 然后 我们只要new子类 它就会来new 其类 所以这等于是new一个e咯 这等于是new一个e t 接下来呢 再new一个t 好 然后把它装配到e里头 好 就这样子 把装配到e里头 好 所以这是有可爱来做装配的动作 好 因此呢 我们就 得到 刚刚那个结构图咯 好 就是 把这边变成是这个 那么 接下来呢 又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就 把这个concrete的 subject的 这个observer的variant的部分 把它放到这里头来咯 放到这里头 有没有 原来 原来是 原来是 这个observer是放在右边 有没有 它从这里扣下来 那现在就是 我们把这个搬过来 把这两个合并 有没有 把这一个并进来 并进来 并进来的时候 就变成这样的结构咯 变成这样的结构咯 有没有看得出来 反映得过来吗 本来是在这里 本来是扣这样子 然后 是这里 现在是 把这个东西 把它搬过来 搬到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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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i 也转过来啦 那就变成这样的结构咯 这是 eit咯 有没有 eit 本来是在这里 是eit 现在把这个搬过来 变成eit 一样的 ok 希望你能够 脑筋能够转得过来 因此呢 那我们就会看到 这是 concrete cline 它能然是继承一个 这个cline的 一个基类 那 这一个呢 能然用一个 factor measure pattern 下来 为什么 因为 它 这一个 啊 这个cline呢 concretecline呢 它 它 需要来new 你看 它需要 new一个concrete subject new一个concrete subject 就是new一个e 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 new一个e 之后呢 再new一个t 在这里 这个动作 然后 再把它attach 所以 这个整个new的动作 都是它在做的 好 所以这个动作叫factor measure 就是在这个messer里头呢 要做这些动作 ok 好 那它就是new一个e 再new一个t 再把它装配起来 好 就是 所以在这么 一个看起来 有点复杂的 但是事实上 我已经把它变成 就是一个tm模式 这边 是一个tm模式 那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是一个observer的模式 那 这个部分呢 又是一个fuck函式叫factor measure pattern的部分 factor measure pattern的部分 factor measure pattern的部分 所以总共有三个pattern 组合在一起 希望你能够发现到 它美妙的地方 所以 这是一个observer模式 跟fm模式的一种 优越的组合 那么看下去是很复杂的 但是你如果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两种模式的组合呢 那么你就会觉得 哎呀 它是很简单咯 一点都不复杂 看一下代码就懂了嘛 所以 所以我也就把代码写出来给你看咯 给你看 ok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就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factor measure pattern里头呢 啊 就是做了一个 啊 new 1 1 new t 对不对 然后再把 t装配到1里头 对不对 之后就可以 启动咯 就可以开始 靠它的temporary measure 去执行整个动作咯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是observer的一种应用 啊 跟factor measure的应用 然后用java 来把它 表示出来 那这个是java的代码 我们待会呢 要把这个 再把它应用到 啊 把它 把这个概念 我们心中带着这个pattern的概念 去欣赏android的 这个listener类别 以及它的应用 你就会发现 其实 android的listener 本身就是observer ok 就是observer 好 那么它就 也是带来的 一个高度弹性 啊 的一个组合关系 ok 这是 啊 一个它的美的地方 好 那我们就 先 暂时说到这里 待会 我们来进入 5.3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 我 我 当下 你 你 再 有